当第一枚秋叶走上季节的大道,秋色就开始肆意圈染季节的风华,落叶,落花,秋风,秋雨,存分寇享秋的门环,坐在秋天,抬头向上,从不曾奢求繁华满地,只期望一片红叶,陪伴脚步,可以将一季秋霜,叹成春暖花开。 一路走来,我听见生命与生命的低语,看见风雨雨的娇雾,也看见疼痛和悲欢的碰撞,在无数的经过里,渐渐明白,有些疼痛是不必躲避的,有些累,是不必强忍的,因为,坚强是一种内心的力量。 这么多年,那么多花叶在我们头顶,无疾而终,那么多遗憾恨苦从心上水势淹炼,风吹动途经的枝条,花朵摇曳,这一切,伤痛总有,也有一些美好,美不胜收。 回望,我经过一些事物,一些事物也经过我,我们看见各自的青春和苍老,经过里的很多,有的早已醒来,有的却经年沉睡,书上说,没有故事,就没有事故,渐渐明白,万物的根,不一定都深埋地下。 落叶,也许只是给大地注入飘逸的情怀,顺着岁月的夜迈,时间不停,所有的存在都在老去,风声开始温和,一些人和事开始温暖的并肩,我双手和时,一风味酒,静一路途径,任所有的风都吹过来,我愿为岁月清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